生肖猴属猴的人很擅长做选择 在刚开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如果前期就是头不太好 属猴人也来得及改变自己的方向 能让自己在每一次的选择当中越来越精准 由此找到了最适合自己从事的事业 可能就因为一些小事情导致自己的事业不是很如意 但好在今天开始则更有状态 这个时候的自己既有冲劲 还有条理 不再犯错 自是顺利发家 生肖龙的人今天开始财心入命 财运好的一塌糊涂 发横财中大奖 生肖龙的人命里一向福气满满 很容易被财心护佑 但在之前的日子里却被凶星沉浮缠身 部分人运势一路下跌 赚钱少之又少 好在今天起生肖龙的人因福德公有天才吉星照耀 运势大爆发 财运好的一塌糊涂 求财亦得财 求富贵亦得富贵 不光事业方面会红红火火 而且不经意间还会有横财入库 只要生肖龙的朋友们加倍地去努力 未来不缺富贵不缺钱 生肖马 属马的人吃得苦人是许多的 并且属马的人有时候脾气比较浮躁 因而早年属马的人都被身边的人瞧不起 不过在通过时刻的沉积属马的人会找到自己的方向 在35岁的时候并定会成功 从此高人一等 让人仰望 生肖牛属牛的人今年说转运就转运 今天开始横财连发 财富堆经济欲 必报富 身边的贵人鼎力相助 有钱更散不出去 买车顺心 买房核算 有了贵人 属牛人就有了一切 未来几个月里只会不断创造新富贵 生肖兔早些时候 家兔人应受盘根 灌锁两颗胸心的影响 造成部分家兔人整体运势不佳 身边常有小人出没 今天开始煤运散尽喜事多 关露宫有左腐级新加深 假若真抓住这次机会 不但家兔人的财运和收入稳步增长 而且关露宫还有左腐级新加深 就是好机会 生肖狗 对于生肖狗的人来说 上半年的时候钱财如水一起 往外花 财运和事业运都是挺差的 今天开始一发大财 大赚一笔 横财唾手可得 生肖狗的人在贵人的指导下 运势会大逆转 自己赚钱的想法也顺利实施 财运见好 生肖鼠的人生性乐观 为人机敏 处事圆滑 有极心保佑 今天开始喜事临门 财运一路飙升 横财大发千万 赚得盘满钵满 正财勇进门 横财望到爆 生肖鼠的人 无论是生意还是事业都将有进步连连 求财有道 八方来才福气满满 走上人生巅峰 富得流油 在今天开始生肖鼠的人 做什么事情 都能够事事称心如意 大赚一笔自己人生的钱财 才能够事事称心如意 摆脱人生的困境 因为你们有一颗强大的心 有一颗战胜一切的心 所以生肖鼠的人 在成功的道路上 给自己塑造一颗成功的彼岸 人生的目标奠定了人生好的基础 所以在成功的道路上 你们一直以不孤单 生肖猪的人 带人友善 是个十分热心肠的人 今天开始财运一路飙升 喜事连连 爱情美满 事业节节高升 贵人指点 让他们在财运上有很大的提升 工作中赚钱的机遇越来越多 业绩不断有提高的趋势 自然钱财也是通通送上门来 他们不仅在职场上可以如鱼得水 财运上面更是望上加望 生肖猪的朋友 生来就是个憨厚忠实的生肖 不过生肖猪的人 在这一年里可以说是劫难重重 所以给生肖猪的人 这一年的运势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不过生肖猪的朋友 天生就是攜带着旺气 所以今天开始也会是 生肖猪的人转运日 今天起大喜天降 苦尽甘来的生肖猪的人 命格之中有财心到来 吉星出现催忘了生肖猪的人旺气 横财连发 大富大贵 如果生肖猪的朋友懂得把握机会 生活上将会横财滚滚来 生肖虎生肖属虎人 今年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 尤其是财运方面表现越来越旺 今天开始就会咸鱼翻身 在事业上不断取得进步 属虎人个性独立 事业上要强不甘于人后 面对机会他们能够积极争取 占有有力的位置 在事业上会受到领导的器重 可以担当重做 未来一年属虎人会有非常旺的财运 收入不断看涨 可以说会很快成为有钱人 未来车房不缺 生肖羊的人今天开始运势大开 财神送财 观音送子 人才两旺 生肖羊的人头脑精明不糊涂 做事有责任心 比较好相处 生肖羊的人因命宫中 有侠财心和红鸾心相助 财运开始飙涨 接二连三发大财赚大钱 钞票滚滚来 当然他们事业上也将迎来贵人 在贵人的帮助下财富主动找上门 钱赚得越来越多 假若生肖羊的人 他们能继续发扬不怕吃苦的精神 未来财富收入就会稳定提高 富得流油 同时生肖羊的人 桃花运也是让人措手不及 让人羡慕 单身的生肖羊朋友 在感情方面的发展会非常的顺利 比较容易找到自己心仪的另一半 并且有望开花结果 这就是人 Gabe 说你这个人